大家好我是雪亮 我在昆仑2019年新品发表会的现场 昆仑四大系列最中的金桥表 今年有几款非常吸引人的表现 首先金桥这系列1980年问世 那它的设计非常独特 它是把表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它机芯坐在中间最醒目的部分 而且它采用开放式镂空式的表盘 让它的直列式的机芯可以尽收眼底 那今年有四个全新的版本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一款 它的直列式机芯 那当然是它最精彩的这个部分 那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 你都可以看到 它从它的发条 它到一直二三四翻车 到它的摆轮 每一个细节的运作都可以尽收眼底 不只是正面 不然背面的部分也是如此 而且它在表桥上面 也做了一些雕花 增加它的工艺性的细节 我印象中从前年开始 它做了一些新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两侧的部分 它就是源自铁桥的这种钢梁 把它作为像是这个当代建筑一样的线条 作为一个装饰性的一个表现 那今年它有两个版本 首先手上这一款它是黑色的钢梁结构 它是钛金属上面做了DLC的处理 那另外它还有一款是金色的钢梁的表现 那它侧边它事实上这个部分都是做镂空 所以从侧面从背面都可以欣赏到很多的这些机械细节的表现 那另外一款则是今年全新的设计 它取代之前的钢梁 它是采用了钢丝来作为它的表现 而且如果你从侧面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些钢丝之间它是彼此交错纠结 所以在这个组装上面当然比一般这种平面式的结构来得更加的复杂 而且因为它的钢丝它是更加的细致 所以它的这个直列式的机芯就更容易可以欣赏得到 我还蛮喜欢它今年这样的设计 那它也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银色的钢锁 像我手上这一款是金色的钢锁 它这个金色钢锁部分它是用18K金来打造的 那它也是一样是采用黑色PVD的表壳 侧边的部分也是做了透明的视窗 那因此正面背面甚至这个侧面 每一个角度事实上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欣赏到 非常多的这些机械细节的表现 那这两款呢 右边这一款这个钢梁结构的部分呢 它是两种版本限量都是在68只 那定价呢是这个83万4千 那另外这个钢锁的部分呢 它也是有两种版本 那也是一样都是83万4千 那它的限量稍微多一点 是188只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惊喜的隐藏版 今年Golden Bridge金桥的部分呢 最具工艺性的呢 就是我手上这一款 它是一个龙雕的表款 它的直列式机芯还是在中间 可是缠绕的这个直列式机芯的结构呢 则是一个金雕 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立体的龙雕 而且如果你从背面来看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龙的本体呢 它是缠绕一整圈 绕到龙的背面 那甚至这个龙尾的部分 它就抓着一个珍珠 那让它不只是金雕本体 它还有一些香鲜的工艺 譬如说它的眼睛的部分呢 也是有做了宝石香鲜的这些表现 那它的表圈的部分 也有香的这个钻石 因此呢又更增添华丽的这个风采 那它的限量全球只有18只 定价是在台币346万5千 这就是今年昆仑 它金桥系列之中呢 几款非常令人瞩目的 全新的表款 推荐给大家